立法院一朝内开直播大谈乐会内容 播这位直播主身份 正是前民众党桃源市立委参选人马智威 过去曾涉嫌收受中国资助参选 早已被民众党开除党籍 如今被质疑是用何种身份进入到立法院 强调自己是光明正大 而这一段直播来自于草传媒 求证立法院确实有收到草传媒申请 但马智威日前被曝涉嫌收受中国资助百万选立委 讨检先前依照违反个资保护法 反渗透法国安法等罪嫌 针对马智威提起公诉 一审宣判有期徒刑八个月 民进党立委林楚英痛批立法院已成国安破口 面对质疑黄国商再批媒体带风向 但看看小草传媒网站 随处一刷要不是杨宝珍专访 就是台湾民众党发言李友宜直播 清一色全部都是民众党影片 草传媒和民众党紧密的关系 不免被质疑白影甩锅能力实在不容易 下来宣传卫生日文泰报道